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3月24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 从2007年开始举行的地球一小时的关灯活动 已经逐渐推广到全球 昨天多个知名地标景点自发性关灯一个小时 希望能够唤起人们对气候变迁的警觉和关注 欧洲的雪梨哥剧院陷入一片黑暗 散映地球一小时的关灯活动 许多国家的知名地标 包括日本的东京铁塔 以及印度加尔各大的喉拉大桥等等 纷纷消失在黑暗之中 世界自然基金会23日举办全球最大自发性工艺减碳活动 关灯一小时 游基金会2007年在欧洲雪梨首次发起的自发性关灯行动 隔年起推广到全球各地 透过每年的关灯行动 关闭非必要的灯光一小时 希望唤起人们对气候变迁的警觉和关注 西班牙圣家堂在各国游客的注视下关闭灯光 也省思这一小时的时间能够为地球再做哪些事 主办方呼吁大众和社会各界立即行动 改变生活的习惯 一同减少碳排放 也守护生态环境 今年活动预计有大约190个国家 数百万元响应席灯 记者朱峰之中健刚 整理报道 而国内4月的电费调整 民生用电跟小电家也都逃不过 部分电家都无奈表示 电价调整经营压力大 不得不反映在售价上 至于农与校园社福团体电价动涨 但是社区医院协会大喊吃不休 希望政府提出配套措施 动涨医疗机构的电价 肉排荷包蛋在肩台上滋滋作响 香气四溢 早餐店老板忙碌双手没停过 电价将在四月调涨 让餐饮业很有感 因为包括冰箱烤箱冷气等 通通都要用到电 还可能带动食材成本上涨 若未来真的撑不住 还是得调涨售价 这波电价调升平均调幅 百分之十一 工业小商家以及民生用电 全面调涨 尽管经济部评估民生用电 每月用电七百度以下 用户占百分之九十三 约一千两百五十万户 调涨三到五%后 每月增加不到二十元 但民众仍抱怨薪资不涨 物价却样样涨 原先公司立大雪也担心 势必又得增加电费支出 但经济部宣布 包括农与校园 还有社福团体 在这一波调涨中有豁免权 不过省种认为 洞涨部分不应台电再吸收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则向政府 喊话医疗机构与社福团体 同等重要 呼吁政府应该要提出配套 洞涨医疗院所的电价 社区医院协会表示过去两年间 医疗院所已经面临百分之三十二支 电价涨幅 能节电的部分都做了几乎很难用 继续节能来减少电价冲击 而且医院为非盈利 健保给付已经七折八扣 地区医院有三分之一 处于本业亏损 如果再面临电费大幅调涨 对地区医院的经营 可说是雪上加霜 记者为庄志生推报 一起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中国时报 今年三大杀手级政策上路 包括有电价上涨 央行升息 囤房税二点零版七月份上路 专家学者预测 房东最快下半年就会调整租金 涨幅10%到50% 自由时报来看到 受险业最新的资本氏足率RBC 将会在三月底揭露 去年六月底 有三家受险公司 没有达到法定门槛 其中三商美邦 星光人寿压力最大 最新一期RBC 将影响到主管机关监理强度 可能会祭出包括罚还 限制交易或者是业务 甚至对负责人等陈储 联合报来关心的是 俄罗斯莫斯科郊外的一间音乐厅 22号晚间遭到了恐怖攻击 已知凑成143人丧身 超过140个人受伤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 呼罗山伊斯兰国宣称犯案 包括开枪在内的四名凶贤在内 已经有11个人被逮捕 继续来关心高雄湖内一间铝工厂 昨天上午发生了爆炸 造成了两死六伤 其中有两名伤者已经出院 根据初步了解 当时厂内正在灌摩 疑似控制系统异常 降温水量不足 才会让铝水接触引发了爆炸 劳检之后认定违反直安 勒令现场停工 也先开罚业者三十万元 检方复训装潢性负责人 跟吴姓厂长后 考量已经初步厘清案情 预令装潢性负责人 新台币一百万元交保 吴姓厂长则是请回 监视器画面记录到救护车 与消防车赶底现场 这处位在高雄湖内区 终身二路的旅工厂 周六上午发生爆炸 锦销抵达时 现场虽无火焰 却已造成严重伤亡 第一时间八人受伤 救治后两人伤众不治 截至周六下午两点 还有四人住院 事发地靠近台南 市府启动大量伤患应变机制 伤者分送高雄台南等医院 高雄市长陈其迈 也取消既定行程 前往台南探视伤者 事故原因 因疑似蓄工厂水量控制器故障 造成大量铝益外泄引发爆炸 老检处以勒令现场停工 勒令现场立即停工 针对固执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 第六条第一项规定 除以最高罚款三十万元 造成两死六伤 业者透过书面回应致歉 强调公司会配合调查 并负起应有责任 但据了解这间公司过去没有直载记录 但近两年曾因空污噪音废弃物等问题 遭环保局击查二十三次 共计财罚六万元 记者王庭陈显坤高雄报道 日前金门两名钓客出海钓鱼失联 被中国海警船巡货 但是被滞留当地多日 中国海警和金门海巡双边 在昨天中午完成了移交作业 无信男子顺利回到了金门和家人团聚 立委陈玉珍表示这是两岸累积善意的开始 也希望另外一位军人身份的 胡姓钓客可以尽快回家 如果中方调查还需要一点时间 家属希望能够可以先探望 将会向中方提出请求 日前金门湖信无信钓客出海钓鱼失联 被中国海警巡货滞留多天 二十三日中午十二点多 双方在金泉航道水域完成人船移交 涂戴鸭舌帽穿着旧生衣的无信钓客 顺利搭乘巡防艇回到金门撂罗港 和家人团圆 单列一名具有军人身份的 胡姓钓客仍滞留中国 焦急等待的胡妈妈忍不住落泪 母子相拥而泣 也感谢各方的奔走遇协助 你还好吧 身体状况还好吧 无信钓客顺利回家 吃妈妈准备的猪脚面线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表示 这是两岸累积善意的开始 也希望另一位胡姓钓客 在完成相关调查程序后 可以尽快返家 儿子还滞留在中国的胡妈妈 也赶到现场 表达想要到中国探视的请求 希望说大陆那边能够说通融我们能够假如去探视他 我们现在就是为说因为你有看到人 比起经理还是会不安 我们这边可以是不是可以先协助探望 需要一些药医物 那我们相信他也是受到很妥善的照顾 那如果调查还需要一点时间 那我们可以我们的民意调表先过去跟他探望 对外界质疑与中方处于失联状态 海宣术强调与对岸一直都保持密切联系 至于上位回来的胡姓钓客 会继续与对岸相关部门联系 双近早接回与家人团聚 而在马祖鞠躬乡有渔民出海时 发现一艘无人的翻覆中国渔船 已经向警方与马祖海巡队报案 为了保全一失误 先将船体移至相关保管场 等待施主前来认领 罕见的捡盗船事件 正值近期两岸敏感时期 也立刻成为当地热议的话题 记住我们 张明竹 这里报道 宜兰县罗东分局的广新派出所 昨天发生云爆装甲车撞倒路灯 导致灯杆砸到派出所外层的意外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军方表示当时装甲车疑似为了闪避自行车 才会发生意外 会负担赔偿的责业 路灯灯杆整个歪斜 倒向一旁的派出所 外墙也被波及 原来是遭到这一部云爆装甲车所冲撞的 店家说当时听到响声也吓一大跳 没想到造势的是一部国军的云爆装甲车 所幸没有波及其他人车 二十三号早上六点半左右 这部隶属于陆军六军团 蓝阳地区指挥部的云爆八轮甲车 正在进行例行的战备征询 却在经过宜兰县东山乡 广兴路与永兴路二端路口 因事故的闪避自行车而发生意外 也波及一旁 罗东分局的广兴派出所 因闪避骑单车民众 不慎插撞路灯造成损毁 陆军六军团表示 擦撞事故发生后没有人员受伤 也立即通报相关单位 并将负起后续一切赔偿 维修的责任 也会加强要求所属部队 执行任务时的安全控管 而确实造势原因 警方也正在调查理清中 不满为罪不计 不开放检举 陆权团体昨天在立法院外 承抗游行提出了五大诉求 并且在台北台中新竹以及高雄 同步举办了悼念步行活动 希望政府正是台湾交通暴力 带来的集体创生 因为不满行政院会日前拍板 十项交通轻违规 不开放民众检举也不祭典 下午陆权团体在立法院前 上演行动剧 举行大游行 立遗述来承抗 并高喊改善道路工程 规划配套措施 建立回训制度 改革交通执法 以及要求退回修法草案 等口号 抗议行人用入保障权益 大倒退 祭典这个东西是淘标 不是任驾驶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我们贸然把它取消的话 其实是重放路上的违规 如果今年的交通死亡人数 不能够比去年前年再降低 百分之五 如果今年的交通受伤人数 不能比去年前年的受伤人数 降低百分之十 请问赖总统政治责任谁来扛 陆权团体表示台湾连两年道路死亡人数 超过三千人 受伤人数更超过五十万 大家怎么可以对这样的数字无感 而且很多车子占用人行道 出入口障碍车位等 禁都不能检举 警方也没有强力执行 造成障碍者不便与不安全 因此要求撤回修法 除了还陆渔民游行外 二十三号晚间在台北台中 新竹及高雄等四个县市 同步举办悼念步行活动 判政府正式台湾交通暴力带来的集体 创伤及苦痛 对此交通部表示四月一号后 将举行相关的公厅会 相关团体都可以参与表达意见 记者维尔庄智诚对报道 高雄小港一名巴巡老翁 因为健康不佳 听说屏东有公庙可以捐钱续命 就林贵提领了十万元要捐给庙方 索性被警方给及时拦下 远景苦口婆心因为这名八十岁老翁 为了替自己续命 打算汇款十万元 老翁进来健康不佳 自从有朋友告知屏东有公庙 可捐钱严寿就想汇钱替自己续命 幸好警方拦阻成功 其他公庙也提醒 平时捐款做善事的确可积德 但捐钱续命不可能 诈骗长久的状况不断发生 高雄一名林姓退休富人 也因误信带操作稳赚不赔的广告 被骗走退休金及房子二胎借贷的钱 共九百万元 被骗人发现受骗后 跟警方合作假称要继续投资 将车手约出 让埋伏远景当场逮人 警方有寻现找到上游的车手 分别亦涉犯诈欺 洗钱防治法等罪嫌 移送装办 记者王老庭 权显昆 告诉报导 台大国经政经学院 二月通过了教育部核定 台大校长陈文章强调 学院将增设两个学程 最快明年启动招生 也否认学院设立之后 会有政治力介入 台大强调学院将会增设 政经硕士 财经硕士 两个学位学程 采取全英语授课 最快明年启动招生 此外 台大退休教授 前国安局长陈明通 指导的两名学生 都因为硕士论文抽席 被撤销了学位 陈明通下周将会举行记者会 控诉遭到台大学轮会 破置冤案 对此陈文章也言辞回应 认为他应该要公开向学校 以及社会表达歉意 香港基本法23条 昨天正式生效 适用香港人以及各国的人士 像是发表对香港不利的言论 被认定有煽动意图 进到香港就有可能会被逮捕 在台湾流亡的港员发起了街头行动 串联全球23个城市 向恶法抗议 将象征中共政权的维尼 关进监狱 在台港人用行动剧 表达对香港基本法的抗议 香港基本法23条23号正式生效 包括禁止任何叛国 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 颠覆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等 由于法律涵盖广泛 定义模糊 不只适用港人 也包含各国人士 引发热议 香港变成青年23号发起行动 串联全球23个城市 走上街头抗议 照港府通计 香港前议员李文浩流亡台湾 现身台北西门丁 市井民众 香港基本法除了迫害 打压香港人权 台湾人在社群媒体发表言论 只要被认定有煽动意图 未来进入香港 可能就被逮捕 假如我们台湾不警惕 我们将来会变成香港 今天这样子 连练创办人曹星成也到场声援 批评香港基本法 恶法监控港人 台湾必须加以警惕 此外有在台藏人指出 中共的承诺不可信 谈话台湾珍惜民主自由 中共对中国自己的人也好 西藏人 韦国人 香港人 都是要控制的 所以刚刚讲 一国联制 中国政府根本没有给一国联制 它是要控制香港 拿过往事的雨伞 我们在这边台湾这边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在香港拿过些先动的木本 你们不会想这样斗 你们去到那边会受到什么的危害 所以请台湾的朋友小心 针对香港流失民主自由 香港变成青年与富汤 期盼台湾能提供更多人道协助 以及禁止香港官员入境 作为反制手段 记者黄子杰 秋福财台北报道 位于南沙群岛的人爱暗沙环交 昨天发生中国海警用水炮 阻挡非国补给船的事件 根据菲律宾军方公布的影片 一艘白色船舰用水炮 射往一艘行径中的船只 而另外一段画面 则是清楚拍到 写有中国海警的白色船只 驶过船的前方 非国军方表示 该补给船23日上午 原定运送物资到 仁爱暗沙环交的驻军 不过并没有提及到人员伤亡 来看到欧洲最具有指标性的 法国里尔Sahimania聚集展 在当地时间3月22日闭幕 这一次共有52件的作品入选 其中也包括了来自台湾 由公式制作的时代剧《听海用》 带您来看公式国际记者 在法国里尔的报道 灿烂灯光紫色地毯 这里就是法国里尔Sahimania聚集展的 红地毯 来自全球六十多个国家的剧主 都会来这里走星光大道 入围法国里尔Sahimania聚集展的 公式《听海用》团队 也在红毯现场和观众热情互动 有法国与匈牙利共同制作 讲述国际顶尖象棋手 卡斯·伯罗夫 与IBM电脑深蓝之间冲突的 副赛获得本届国际大奖 而国际全景竞赛的最佳剧集奖 只有来自挪威的 真实生活中的约会夺下 公式制作时代剧《听海勇》 虽然最终无缘获奖 但身为亚洲第一部入围法国Sahimania的作品 仍然写下台湾剧集作品记录 会很希望以后有任何的新的故事 或许从开发阶段 我们就可以来这边pitching 跟世界各地的创作者一起互相交流一下 觉得真的吸收很多新的知识 因为他们的活动非常丰富 有论坛然后有放映 然后跟观众互动 是非常重要的 看到中国的国家像台湾 或是Latvia 会做一些小国家的小国家 也有非常严重的 我这就是很好的时刻 尤其是当时刻 為期八天的法國 里爾瑟希瑪納劇展完美落幕 期望未來台灣會有更多優質戲劇 走向國際向世界發聲 公視國際記者廖苑林 蘇聰明 法國里爾報導 女性醫生所消耗的生理用品 數量大約是在一萬到一萬五千個 左右 其中一次性用品正比超過了九成 為了響應環保 德國有一家新創公司 他們從海藻裡面提取了天然的纖維物質 製成棉條 海藻隨著水波搖曳生姿 穿梭其中的魚群始終是水族展館的焦點 很難想像這些陪襯的藻類 現在可是女性環保生理用品的關鍵原料 海藻是大海裡的植物 吸收二氧化碳和水進行光合作用 接著製造氧氣 在全球暖化迫在眉睫之際 海藻的碳繪能力不容小覷 由一群女性科學家創立的德國新創公司 野生Wild 就從海藻萃取生物聚合物 製成材料 來取代塑料 做成衛生棉條 從海藻提煉的原料色澤接近白色 因此省去染色的步驟 為了符合歐盟對於女性衛生用品製作的規範 實驗室採用仿造女性器官的儀器 測試海藻棉條的吸收力 一般的棉條包覆在塑料管才能夠方便使用 但是海藻原料製成了棉條外表黏滑細緻 而且具有一定的彈性硬度 一百名試用者都說 取用的過程相當順手 歐洲一項數據顯示 海灘常見的塑料廢棄物中 一次性生理用品的數量排名第五 比塑膠杯和吸管還要多 而標榜可重複使用的生理用品 目前女性的接受度有待努力 二零二零年一項調查指出 超過七成女性選擇使用拋棄型的衛生用品 不過相對來說 有意願使用重複性產品的人 則佔有四成一 公視新聞章數分編譯 我們一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的天氣預報資料 座民族水分裏導臨 藍 problem 以湯張検用金比堂 油全清水分裂 不 Reeves 風格alet 妳也沒有犯人 極視 最低美風格 最低美風格 继续带您来看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